超商賣的電池很貴嗎 因為有臺北線民眾投訴說 他到一家超商去買了一個品牌的 一號電池八十塊錢 但沒有想到後來才量販店 發現才不到四十五塊 認為是賣一顆賺一顆真是太貴了 告上了消保官 電池的品牌白白種 不過同一款牌子的電池 價格居然天差地遠 買貴的民眾氣得一壯告到消保官 那價格到底這麼混亂 根據臺北線消保官調查 以同一品牌的一號電池來看 國內四家量販店 一顆平均售價是四十四塊半 到六十四塊半之間 不過反觀四大超商 卻一顆定價要八十塊錢 足足貴了兩倍 而且以進貨成本來講 量販店平均一顆成本是四十到四十一塊六 超商大約是四十塊左右 但卻以兩倍價格賣出 消保官覺得很不合理 它只有管銷成本而已 它沒有自殺成本 它這個利潤是不是合理 會不會偏高 這個部分我們會進行了解 如果是有集用的話 當然可能便利商店會比較方便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說沒有特殊集用的話 還是以價格為主要的考量 超商還是太貴了 一定的啊 我是不會到那邊去買 除非緊急的時候啦 超商解釋電池的價格是製造商建議的 不過消保官不領情 已經發文給通路商和製造商 要求給予合理解釋 否則將與消保法最高 除以一百五十萬元的法環 明日新聞和平黃軍與台報道